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馬上有請我們今晚的嘉賓 卓韻芝、阿姿上台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同理心 這就是所謂的 希望對方是一個善良的人 一個人沒有同理心 有責任感 你還是不想他負責任 因為他的責任一定是負錯的 在婚姻裡面 你覺得現在有甚麼是你仍然在學習 或者你覺得自己還不需要去學習 再多點耐性 你知道有很多時候 我們會把工作的心情 帶進家裡 你就會很想 所有東西很快會完成 但是如果你把這種速度感 帶回家 你的家應該很大壓力 有時自己還是在工作模式 我回到家 譬如說 廁所板要換了 你會星期幾換 上午還是下午 這些是出人交電郵 這樣的口問 所以有時會自己甩掉 希望自己可以多點耐性 你有沒有說 怎樣 或者是多小的時候 就發覺自己這麼喜歡寫東西 好像是三四年級 就看《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 因為書店有 而且我覺得很有趣 那本書 為甚麼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 我會問同學 生命中你又不可以承受 但又是輕 你明白嗎 有承受又是輕 然後我的同學說 我不知道你說甚麼 所以很小時候 是因為開始看書 看書就開始寫東西 我會自己訪問自己 我自己會寫下 阿芝 你是怎樣看文化社會中的地位 其實我今天不知道你說甚麼 然後我就會自己回答 然後第二天就會 批判自己的答案 好長 我小時候很古怪 然後我就開始寫故事 我寫完故事之後就拍人 然後就冤枉同學買 我在很小的時候 其實原來已經找到了 我人生的所謂志向 即是《Star Wars》裡面的Destiny 其實就是寫作 我寫到斷氣的時候 我都會繼續寫 我是非常肯定 我想是一種安靜的美麗 因為我的人其實是很鼓噪的人 意思是這裡經常轉 就是想 我都是想 然後會問問我自己有甚麼看法 訪問一下自己 但是我阿婆 就真的 哇 她有一種安靜 那種安靜很透明感 她真的就這樣坐在那裡 就看著 沒有東西 她就這樣看著 她存在 她就這樣坐在那裡 她存在 那這個我覺得是很珍貴的 一個很高層次的一課 注定我人生是要學習的 這件事上面會限制你寫的東西多一點 還是寫實多了一個題材 多了一個方向去寫一些東西 現在香港的創作環境 應該就是很多的白色恐怖 我就算很大膽說話 我在寫的時候 我都會想 糟了 我這一句話 是不是說得太白了 我這句話會得罪哪個人呢 我還想不想撥倒這一局 有時候覺得很有趣 我只是寫幾百字 我都會經歷一些這樣的自己在搜查 當然我想有很多人選擇了衝破這個恐懼 就是不要去想 創作最大的先決的環境是自由 我必須要捍衛自由 我必須要追求一個自由的捍衛 去捍衛這個創作環境 如果我沒有了自由的話 我創作是沒有意思的 我不會跟稿 我跟稿就是不是創作 我創作沒有意思 我就殺死創作 如果我不追求自由 不是真的殺死我自己的理想 就是殺死我的創作 那不要來了 你封殺我了 我自己就沒有特別要求一個藝人要有什麼責任 我又覺得反過來看 他是一個演員 他的責任是做好套戲 演好套戲 演好角色 他未必說要對社會公眾有一個責任 但當然如果一個公眾人物 他能夠使用自己的影響力 然後去回饋社會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值得贊同的東西 所以他不發聲 我又不會罵他 但如果他發聲的話 其實我也會感覺到 他經歷了多少的心理掙扎 每一個責任都是一個心理掙扎